文章来源华人生活网 不少在美国的华人会使用白卡Medicaid 又称医疗补助计划的福利 因为在美国看病实在太贵 一旦使用白卡看病护理都不再用花钱 但是白卡是给低收入者的低保福利 如果本身申请白卡的民众自己有房产 那就要注意了 白卡遗产追讨计划Medicaid Estate Recovery Program 简称MERP会在白卡使用者因病去世后提出所讨 生前房产也可能被没收 萨尔瓦托与癌症斗争多年最终去世 他的女儿桑迪在父亲去世一年后 收到了麻州政府向他追讨17.7万美元的白卡Medicaid医疗补助费用 并威胁说 如果他不尽快替他父亲还清这笔钱 政府就会起诉 要求收走他父亲的房产 他以为是麻州搞错了 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错了 这是联邦政府要求每个州执行的例行程序 在白卡受益人死后回收资产 这些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 依赖于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 俗称白卡 这是纳税人为那些申报自己是穷人的美国人 提供的核心医疗保险 持有房产通常不符合白卡医疗补助的资格 但对于那些年龄超过55岁 使用白卡支付长期护理费用 如养老院住宿或家庭医疗保健的人 则需要遵守遗产追缴计划 Estate Recovery Programs 本月一名民主党议员提议 彻底废除这个残忍的项目 批听人士认为 该计划回收的费用太少 大约占白卡每年用于长期护理的1500多亿美元的1% 他们还表示 许多州没有警告那些报名参加白卡的人 一旦他们去世 他们的家人可能会面临巨额账单和房产追缴 洛格兰德说 这就是他在父亲去世后 与麻州打了两年官司的原因 在父亲2016年去世前的几年 他曾向当地一家非盈利组织 寻求照顾年迈父亲的建议 该组织建议他为父亲申请白卡 他甚至记得询问过 如果父亲有房子的问题 但对方向他保证 只有在他父亲被送进养老院的情况下 州政府才会要房子 他绝对不会签署 任何会让他的家处于危险之中的协议 他说 多年来 他的父亲每年都会收到 州医疗补助办公室发来的续签通知 他说 直到他去世后 州政府要求支付17.7万美元 他才看到了 他的第一张护理账单 其中包括 因癌症疼痛在医院短暂住院 服药和临终关怀 该州于2019年 与洛格兰德夫妇达成和解 松手了对这所房子的所有权 根据2021年一份报告 各州围绕这一恢复过程的政策 差异很大 该委员会向国会提出了政策建议 一些州会对房屋实行留置权令 而另一些州则不会 与此同时 一些白卡办公室试图从病人身上收回所有的医疗费用 比如看医生或开处方 而另一些办公室只是追求长期护理的成本 阿拉斯加州和亚利桑那州近年来只收走了几十处房产 而其他州则收走了数千处房产 总价值达数亿美元 戴顿每日新闻 Dayton Daily News的一项调查发现 纽约州和俄亥俄州 在这方面的追缴额位居全国之首 一年的房产追缴总额超过一亿美元 上个月 该行业最大的健康保险巨头之一 呼吁麻州彻底改革其流程 其中包括追讨白卡费用的数额 超出了联邦政府追讨长期护理备用时 设定的最低要求 该机构的医疗补助政策主管凯瑟琳 霍伊特说 房地产被收走有可能使财富差距和代际贫困永续下去 所以最后也想提醒下华人同胞 美国的福利申请都很容易 政府也都是在默许申请人诚实守信的前提下 会先批准相关福利 但是如果您不符合福利申请条件 请不要随意申请 小心政府秋后算账